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一周大事 Tracy 你好 阿K 你好 今个星期虽然只有三日市 但都很大上大落 恒指创过超过两年的低位 但后升上来 等我先和大家回顾一下 今个星期恒指的走势 星期一 港股中秋节假期休市 星期二 假期后福市 受到外围股市急跌拖累 恒指早段大幅低开607点 最多跌过818点 创超过两年低位 星期三 恒指全日维持升势 但在21000点的关口前遇到阻力 星期四 国庆假期休市 星期五 港股进入第四季的第一个交易日 恒指受到外围做好大动 重上21500点水平 未试中升幅扩大 去到超过600点 恒指星期五收报21506点 整个星期计升319点 升幅1.51% 总结9月份 恒指跌825点 跌幅3.8% 年跌5个月 创造自2002年9月以来 13年最长的跌浪 累计跌7286点 跌幅25.9% 第三季急創5403点 累计跌幅20.5% 累计跌幅27.5% 国庆假期前夕 市场投资气氛明显低违 户指星期一 受工业利润数据影响 直线跳水 但美市跌幅逐步收窄 未升重上3100点 星期夜 户指失手3100点水平 收跌超过2% 两市成交只有4000多亿元人民币 星期三 上证指数全日表现窄幅上落 两市的成交萎缩去到3700多亿元人民币 创超过10个月以来的新低 星期四 星期五 国庆假期优市 上证指数 星期三收报在3052点 整个星期计跌39点 跌幅达到1.28% 累计9月 上证指数跌超过4% 是连续4个月下跌 而第三季就重挫28.6% 是2008年以来 第一季以来 最大的季度跌幅 和大家看完大视角表现 接着看下今个星期的焦点板块 见到今个星期初段 商品价格大跌 全球最大商品交易商 嘉能河有机会出现支不抵债 价剧市场对于商品前景的忧虑 星期二港股在假期后服市 嘉能河股再跟随外围下跌超过2.9% 之后出现反弹 整个星期计跌了接近1.3% 看其他矿业股的表现 见到哈萨克矿业在今个星期是破底 全线的矿业股也是破底 曾经去过低位 整个星期计哈矿跌幅达近3成 收报在9.89% 淡水河谷整个星期计跌超过1成 星期五收报在32.9% 转看下石油股 见到今个星期中石化和中石油都曾经破底 中海油整个星期计升1.5% 星期五收报是8.1.8% 中石化整个星期升幅0.6% 星期五收报在4.8.6% 中石油整个星期跌0.2% 外围商品价格跌 石油和金属等资源股也成为重灾区 见到其他的煤炭和金属股 今个星期都是一个跌幅比较深 今个煤炭股星期二跌超过2% 都是破底 中国神话整个星期计升0.7% 燕洲煤整个星期升幅超过2% 中煤能源整个星期跌0.6% 安港整个星期升超过半成 江西同业整个星期升0.7%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支持新能源和小排量汽车发展措施 会议决定完善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 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 限行、限扣 以实行的措施都应该取消 对购买1.6星或以下排量乘用车 实施减半征收车辆扣至税的优惠政策 又加快淘汰盈棍黄标车 即是高污染排放车辆 加上大行唱好 瑞信相信长城汽车 会是本土品牌最受惠减税的汽车股 调升它的评级去到优于大市 目标价调升到38元 吉利汽车维持优于大市的评级 目标价亦由5.1 调升到5.3 汽车股这个星期有资金追捧 走势强劲 比亚迪整个星期计升9.5% 报42.75 东风集团升15.5% 报10.04 吉利汽车升埃近2成 报3.8.6 华晨中国整个星期计升埃近3% 报9.2.9 广汽集团升1.4 报6.5.6 长城汽车升4成 报9.6 报9.5 报3.6 然后看浩月赎图 这个星期有甚麽消息 有全国家外管局要求 今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 境内的银联卡 在境外提取现金每卡 在不得超过5万元人民币 而明年开始 每卡每年最多不可以超过10万元人民币 消息拖累赌业股的表现 另外澳门博彩监察协局协调局公布 9月份博彩收入按年大跌3乘3 去到171亿3300万人民币 300万的澳门元 是超过市场预期 连续16个月是录得倒退 不过按月比较跌幅是有改善 去到星期五 澳门中联办主任李刚华 中央将会出台更多的措施支持澳门经济 类似是例如是内地旅客过境澳门天数 由5天增加去到7天等等的措施 对于旅游以支持性的措施也会陆续有利 消息扭转赌业股今个礼拜初的颓势 但豪赌股今个礼拜初是全线破底 不过星期五升市当中抵消了部分跌幅 整个礼拜计银如中有得升1.6% 澳博曾经是破底 整个礼拜计是跌0.7% 金沙中国整个礼拜计跌幅超过7% 荣里熊本整个礼拜计是升0.2% 新豪国际整个礼拜计跌幅挨近半成 美工煤中国整个礼拜计跌超过6% 再和大家看一看内地的一些消息 国家统计局公布 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按年大跌8.8% 是中国政府自2011年10月开始公布数据以来 最大的单月跌幅 跌幅比7月份扩大5.9% 国家统计局工业师何评解释 8月份由于成本上升的幅度 快过销售 价格降幅扩大 人民币汇率波动等等的影响 造成工业利润降幅扩大 但产成品存货增长势头就略有放缓 有利于企业释放货传压力 缓解生产经营的困难 今星期数据比较多 看官方及财新的PMI数据 9月份中国制造业PMI指数是49.8% 比8月份微升0.1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回落之后 出现微幅回升 高过市场原本预期的49.6% 数据反映需求疲远 制造业继续萎缩 大型企业PMI是51.1% 重回性衰分界线流上 但中小型企业的PMI 就继续低过性衰分界线 至于主要反映中小企的 营运情况的 9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 是47.2% 仍然是创了6年半的新低 略高过初值的47% 比8月份的47.3% 是下降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兴河说 虽然9月份的制造业PMI有所回升 但仍然处于胜衰分界线流下 并且低过历史同期水平 表明内外需求依然疲弱 制造业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大 市场预期第三季经济增长跌到7%流下 即是破释的风险增加 稳增长政策仍然需要加码 再和大家看一些外围的消息 中国工业利润创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 加深对全球经济放缓的忧虑 这个星期初油金等等的商品挨沽 伦敦企同曾经创了6年半的低位 见过4855美元 白金价格至2009年以来首次失手900美元 屡价创了一个月的低位 全球最大商品交易商加能河 星期一在伦敦股价矿泄近三成后 创了上市以来最大的跌幅 令到公司自去年7月股价累积已经跌近八成 加能河现时可以说是腹背受敌 首先是自身债台高足 然后是环球商品价格下跌 有报告质疑 它的市值能不能承受商品价格下滑 再者美国很快就进入加息的周期 预料带动美汇指数向好 令2美元报价的商品价格下跌 亦不利于加能河 以及一种商品相关的企业 市场担心加能河可能会成为商品界的雷猛 拖累其他矿业公司 最终冲击全球 跟大家回顾过去一个礼拜的大事 接下来看看下星期有什么焦点 下星期一留意内地继续11黄金周的假期 美国9月份ISM非制造业综合指数 Market综合PMI中值 欧元区会公布8月零售销售 9月份的Market综合业综合制造业PMI中值 星期二可以留意本地9月日经PMI 内地方面就是优市 外围美国8月贸易收支 欧洲央行仪式 星期二可以留意澳洲央行仪式 星期三我们留意本地方面有9月份的外汇储备 内地是继续假期优市 9月份的公布内地外汇储备 和日本央行仪式 英国方面可以留意数据 就是8月工业生产 星期四可以留意英国央行仪式 9月ICS房价指数 星期五外围可以留意美国联储局议息记录 9月份的进口物价指数 英国方面会公布8月的贸易收支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有想重温节目可以上官网浏览 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再见